今天是2024年4月14日星期天 我们继续学习碧岩路第63则 南拳斩毛 垂势一路不到正好提示 岩拳不及 一击着眼 一时无法抵达的地方 让你无法琢磨的地方 你就正好提起话头 语言无法描述的境界 你就得赶紧去体悟 若也电准心扉 便可青秋倒月 如果你具有闪电和流行一样迅速的机用 就能具有青道深潭之水 掀翻高山的本领 重中莫有变得的吗 四举看 你们当中有能够辨明这种境界的人吗 我举一则公案给你们看看 举南拳一日 东西两堂真猫儿 不是今日河闹 也异常漏洞 有一天南拳普院城市看到 东堂和西堂的弟子们 正在争夺一只猫 永温克勤评论道 你们今天这场争论 并不仅仅是吵架这么紧的 更是落草了 露出了破绽 南拳见 遂提起云 道德极不窄 正令当行 十方作断 这老汉有定龙蛇手脚 南拳普院城市看到弟子们在争吵 就把猫拎起来说 如果你能说出自己的见地 我就不杀死这只猫儿 远欧克请评论道 南拳普院城市具有行使本色 本色产生正令的手腕 稳稳地掌握十方世界 南拳普院城市这个老头子 具有分辨龙蛇的本事 众无对 可惜犯过 一对七统 看作什么 杜撞残河 如麻似述 所有的僧人都哑口无言 不知道如何应对 远欧克请评论道 可惜啊 这群僧人错过了季风 这一群人 这一群人都是酒囊饭袋 都是笨蛋 他们能有什么用呢 像这样装枪作施的冒牌残身 多得数不胜数 杜撞残河 就是胡扯装枪作施的冒牌残身 权斩猫而为两断 快哉快哉 若不如此 尽是弄泥同汉 贼过后张公 已是第二头 未举起时 好打 南拳城市立刻把猫给杀死了 远欧克请评论道 太棒了 太棒了 如果不杀死这只猫 南拳城市就跟他的弟子们一样 不过就是玩泥巴的人 如果等盗贼走了之后才射箭 就会落入第二翼了 就会落入二元对立了 我们应该在南拳城市 还没有拿起猫咪的时候 就把他痛咒一顿 平唱 宗师家 看他一动一径 一出一入 且到一指如何 大家看看 像南拳普苑城市 这样的大城市 他的一举一动 一出一入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斩猫而化 天下丛林商量浩浩的 这个南拳斩猫的故事 天下各地的城中僧人 一直在反复的讨论他 有者道提起处便是 有者道在展处 且的都没交涉 有的人说 南拳把猫提起来的时候 就是疾风的关键所在 有的人说 南拳长猫的时候 就是疾风的关键时刻 这些根本都不相干 都是胡扯 他若不提起时 易杂杂的坐镜道里 如果南拳城市 没有提起这只猫 你们不照样喋喋不休的讨论 照样不这样讨论过 不停 杂杂的 形容嘴巴不停说话的样子 殊不知 他古人有定乾坤的眼 有定乾坤的见 大家根本不知道 南拳普院城市 有凯定乾坤的法眼 也有凯定乾坤的手段 而且到 毕竟是谁长猫儿 大家说说 这只猫到底是被 谁杀死的呢 只如南拳提起云 道德急不长 当时会有人道德且道 南拳长不长 当时南拳城市 抓起猫咪说 你们说 出自己的见地 我就不杀死这只猫 当时如果真的有人 说出了自己的见地 大家说说 南拳会不会把这只猫杀死 所以到 政令当行 十方作断 所以说 在行使禅宗政令的时候 就能够 掌握十方 整个宇宙都在掌握之中 出头天外看 谁是各种人 你们抬头朝着天外看看 到底 谁才是这样的人呢 其实当时 缘不长 此话亦不在 短于不长处 其实南拳普院城市 当时根本没有 斩杀这只猫 这只公安的 关键处处也不是 有没有斩杀这只猫 也不在 是不是斩杀了这只猫上 此事宣之 如此分明 不在秦宠意见上讨 宣就是通假字 通玄 玄之就是料想到 大家要知道 这件事非常明白 非常明显 你们不要用秦时和四字变 重去琢磨 若向秦宠意见上讨 则辜负南拳去 如果你们在秦时和四字变 正冲上琢磨 就辜负了南拳城市的一片苦心 但像 但像当风 剑韧上看 是有也得 无也得 不有不无也得 你们 只要在当下 击风的关键处 早也 那么 有也对 没有也行 不有不无 也行 就是说 不管怎么样都行 所以 古人道 穷则变 变则通 所以 易经理说 事物发展到极致的时候 就会产生变化 变化之后 就能畅通无主 顺应时机 而 金人不解变通 只管向 语句上走 但是 如今的产生 根本不懂得变通 一味的执着于 语言文字 男权那么提起 不可教人 何下 得胜语 只要教人自荐 各个自用自知 这个 这里的何下 就是当下 立即的意思 男权当十八猫 拎起来 并不是 想让弟子 立刻 就下一个什么转语 他的目的 只是让所有的弟子 都自我领悟 自己获得受用 若不那么会 足摸索不着 学童当头收云 如果不是这样 去理解 这种还是 磨不着头脑 我们来看看 学童诚诗 直截了当的 写下来的寄送 两堂句是 杜禅河 轻言出轻口 一句道断 句款结案 杜禅河 就是杜传禅河 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个 东西两堂的生人 都是冒牌货 都是装模 做样的禅神 温客请评论到 学童诚诗 就如同是男权的家人 所以才能说出 这样到位的话 他一句话 就把这次公案的旨意 说出来了 就像根据案件 进行审判一样 波动 烟尘不奈何 看而做什么 宰和 县城公案 也有些子 东西两堂的生人 在那里 争吵的不可开 叫喉咙冒烟 最后还是没有 得出任何结论 温客请评论到 看你要怎么 应付这种情况 这就是一个 县城的公案 大家如果好好参究 也会有所收获的 也有些子 就是有些收获 古代开户的人经常说 声声波 有些子 平身是 只如此 这个有些子 就是还能找到一些东西 还能有所受用 赖德南权 能举令 举福子云 疑是这个 王老师 游教鞋子 好个金刚王宝剑 用切你一句也 赖德南权 能举令 就是幸亏南权 普愿成是能够提举 禅宗的政令 游客秦举起鸡马胆子说 政令就像我这个鸡马胆子 这个斧子 南权普愿成是 还算可以 不过南权普愿成是 拿着金刚王宝剑 去切你一把了 杀鸡也用牛刀 也就是 太大财小用了 一刀两断 任偏颇 白砸碎 忽有人 按住刀 看他做什么 不可放过眼 便打 一刀两断 任偏颇 就是南权普愿成是 一刀两断 就把猫咪给杀了 他已经犯下了杀戒 是对是错 这就认凭你们这些人评说了 南权普愿成是 根本不在意你们的评说 游客秦评论道 学到成是 你这样分析 就太琐碎了 白杂碎 就是非常琐碎 不要在这里 搞分析哲学了 成荣并不是这样分析的 如果当时有人 按住了南权的刀 不让他杀猫 他会如何应对呢 大家不要放过这个问题 游客秦说完 就挥舞鸡马胆子 打了一下 平唱 两堂巨士 杜禅河 学竇不像巨小使 亦不认驴 前马后 而拨转处 有拨转处 学竇成师在书文里写道 东西两堂的僧人 都是冒牌货 都是装模中央的假和尚 学竇成师并没有执着于 南权普愿成师的言语 不像奴仆那样 跟着驴子和马而跑 不会一味的讨好主人 驴前马后 就是形容古代的奴才 牵着驴子和马 伺候主人 学竇成师 有灵活转身的地方 有波转处 就是 有灵活转身的地方 变道 波动 烟尘不奈何 学竇成师说 东西两堂的生人 正少的不可开交 喉咙都冒烟了 最后都无法得出结论 学竇与南权 把手共行 一句说了也 学竇成师和南权成师 就是一个鼻孔呼吸 就是能把手共行 他们都是知音 所以学竇成师 一句话 就能把这则公案 解释清楚了 两堂手作 没歇头处 到处只管波动烟尘 奈何不得 东西两堂的手作 是人 吵得不可开交 无法提歇 无论走到哪里 都是烟尘士气 真的不可开交 真的喉咙冒烟 无可奈何 赖德南权 与他断着公案 收得尽尽 幸亏南权成师出现了 把这个公案给了结了 收拾得干干净净 他只耐前不构春 后不迭电 可惜这些生人不知所措 向前走 没有村子可以歇脚 向后退 也找不到旅店 所以到 赖德南权能举令 一刀两顿 任偏剖 所以学竇成师最后说 幸亏南权成师 能够行使尘中的阵令 一刀下去 就把这个猫儿 一分为二 是对是错 他根本不在乎 直下一刀两顿 更不管有偏剖 南权一刀 就把猫儿给杀死了 根本不怕别人说闲话 不管别人 不怕别人说是非 其道南权拒什么令 大家说说 南权斩杀这只猫咪 道理何在 有什么凭据呢 他行使的是 的是什么样的 禅宗阵令呢 什么样的禅宫阵令呢 好